生活日常用品的十个巧妙用法 原来疫苗包香胶这么方便 眼药水一旦使用不当 就是在慢性伤害你的眼睛 而第一名的警诊 很多人都在带 但90%的都没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和大家一起去学习一下 这些常见物品的聪明用法 点击订阅 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从另一头 包香蕉 香蕉是生活中常见的一种水果 老少皆已 食用香蕉 不光可以补充维生素 钾离子 微量元素 还能促进肠胃蠕动 在包香蕉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习惯 从经部开始 分开四半 而日本电视节目 月药夜未央 介绍了一个 更霸气简单的方法 能令你一口气 包掉香蕉皮 根据观察 自然界的原类动物 包香蕉的方式 就是会前后颠倒 将胶点 对准香蕉的另一段 双手一拉扯 香蕉皮就能从两边 一口气 漂亮地包下来 而且 经得另一段 较甜 我们便能从最美味的部分 开始品尝香蕉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大家下次吃香蕉的时候 不妨可以试试这种霸气 包胶皮的方法 第九名 削皮刀高效用法 削皮刀是每家厨房里 常见的一个工具 削起食物的外皮来 要比用菜刀方便 安全的多 但你有没有发现 每次削皮刀削完一路后 我们都要拿起削皮刀 重新回到起点 再次找准角度后 下刀削皮 一番重复操作下 才能完工 这种方式当然没有问题 不过一位英国烹饪达人提姆 公布的一段影片 就为我们解锁了新知识 只见他在削完一路后 并没有抬起刀片 回到最初位置 而是直接逆向 又削了下去 来来回回 一会功夫 一个食材就被削好了 那丝滑的操作 不但快速又有效 网友们看了 也是惊呆 直呼学会这招效率 提升50% 学校怎么没有教 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 这种削法 容易伤到手指 宁可使用速度较慢的老方法 不论是固定往同一方向削 还是将削皮刀上下来回移动 都是可行的方式 大家按需选择就好 而且烹饪教育学院负责人表示 双向削皮 并非每种削皮刀都能这样做 一切取决于品牌和设计 必须使用两边 接有锋利刀刃的削皮刀才能做到 且这种方法更适用于长条形的食物 如果你的身边正好有一把 不妨拿起来观察下 也可以尝试看看双向削法 能不能帮你提高效率 第八名 快速套垃圾带 平时我们套垃圾带 都是先将垃圾带甩开 正放进桶里 再将开口处 反折扣柱桶的边缘 最后手伸进去压平 这样的做法没有什么问题 而随着网络的发展 不少达人开始分享自己更加快 狠准的方法 一位网友在脸书社团爆笑公社中 就分享了一支影片 画面中的小孩把垃圾带甩开 充满空气后 并不是正着放进桶里 而是开口向下反套住垃圾桶 随后补上一掌 让空气挤出 垃圾带就完美地装好了 整个过程也就两三秒钟 行云流水的动作 也让不少网友重复播放好几次 而另一位TikTok的大叔分享更是有趣 只见他拿出垃圾带后也不展开 反而是捏住底部 向开口方向撸一遍 把垃圾带变成条状 然后直接把条状扔进垃圾桶中 而剩下的就交给他自己了 在垃圾带自然散开的过程中 自然与垃圾桶贴合在一起 你最后只需要把开口反扣过来就行了 如此快速方便的套垃圾方式 是不是让你有冲动想试一试呢 快去体验一下 然后来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吧 第七名 蛋糕倒着吃 千层蛋糕一直以来都是很受欢迎的甜品 你也可以在超商买到一些切片 不过有网友发现一些包装盒并不是很友好 由于蛋糕比较高 而底座却相对较平 在挖蛋糕的过程中很不稳 包装盒容易被弄倒 挖出来的碎屑也容易弄脏桌面 在琢磨过程中他发现 只要把透明盖子盖上去 把蛋糕整个倒过来 拿走底座 把原本的盖子当成容器装着蛋糕吃 就非常的方便 如果之后大家遇到这种包装的蛋糕 不妨也这样操作看看吧 还有一种纸杯蛋糕 因为表面有各种精美的裱花装饰 而吸引了不少人 但是吃的时候奶油糖霜总是会蹭到鼻子 在一档采访节目中 安妮海瑟威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优雅吃法 把包装去掉之后 将底部的蛋糕胚部分一分为二 上半部分倒过来 让奶油被夹在中间 这样你就拥有了一个蛋糕三明治 不用担心奶油或糖霜粘到鼻子了 而如果蛋糕吃不完 想放进冰箱又没有合适的容器时 可以学习这位美女厨师 将蛋糕放在保鲜盒上 将合身当作盖子直接盖上去 四边扣紧 以倒扣的方式 让蛋糕轻松保存 又不怕粘得满手奶油 方便面作为一种应急食品 相信每个人都吃过 借开盒盖 拿开水简单冲泡一下 一份热腾腾的面条就做好了 既简单又方便 但方便却不代表着没有麻烦 有人就遇到了一个困扰 每次吃面条的时候 总是不能避免汤汁飞溅 甚至衣服上都会弄得斑斑点点 让人非常苦恼 有问题就会有方法 于是有人开发出了 方便面的另一种全新吃法 一举解决了上述问题 而解决的关键道具 就在泡面盒子上 一直被我们忽视的泡面盒盖 其实大有用处 当我们吃面时 不要直接全部撕掉盖子 只需把泡面盒调转一个方向 让面条在入口前 先沿着和盖过一遍 这样多余的汤汁 就会被和盖过滤掉 而且还能起到散热的作用 一举两得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 可以将泡面盒盖 直接撕下来 然后卷成一个圆锥形的桶子 再把尖尖的底部 折起来一层 这样一个临时的小碗 就做成了 用这个小碗接着泡面 同样可以解决汤汁溅出的问题 怎么样 是不是豁然开朗 那大家还有什么小方法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补充哦 第五名 新袜子的棉线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新买的袜子上面缝有一根线 它是用来固定同一双的袜子 避免散开 码数弄乱 这根线一般都在一个硬纸上面缝着 而且非常坚韧 我们常用的做法是要寻找剪刀等工具 把它剪开 也有人选择靠力气取胜 其实不用工具 我们也能打开 不说话的厂家原来早有设计 仔细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在连接袜子的这根棉线上 会有一根比较长的棉线头 只要把这根棉线拉掉 然后整个棉线就会断开 拆起来非常的简单 穿了这么多年的袜子 是不是现在才知道 这根棉线居然可以如此轻松的拆开 而如果固定袜子的不是棉线 而是塑料条 也不用你用力拉扯 只需抓住一头转动塑料条 让袜子像风车一样转动 大概转十次左右 塑料条就会自动转开 轻松去除标签 也不会让袜子留下大洞哦 第四名 定书机妙用 无论是家里还是办公室 都能见到定书机的踪影 常规用法大家都懂 装订文件 书本很方便 可是一旦装错 拆的时候也是骂骂咧咧 没有取钉器的情况下 扎手 扣披指甲的情况时有发生 定书机其实是有临时装订功能的 它的底下有个金属垫片 而垫片上有两个凸槽 离得远的是临时装订 离得近的是永久装订 把金属垫片旋转换下位置 就可以把永久装订变为临时装订 装订出来后 内扣变成两个外翻的钉子 好拆卸的同时 也不用担心伤害到纸张 据了解 一些订书机下面的底座 还隐藏有储物功能 只要轻轻扣开 就可以放置几排备用的订书机针 用完时可以直接取用 再也不用急的到处搜寻订书机定了 快去看看你手边的订书机 有没有这个功能吧 第三名 麦当劳鸡块纸和缝隙 麦当劳的薯条 鸡块和可乐等食物 在全世界畅销 其中常拿来装鸡块或汉堡的纸盒 打开后 中间其实有一层夹缝 但鲜少有人特别去留意 而一位日本网友 意外发现了这层夹缝的妙用 在推特上分享后 获得近20万人点赞 他表示 将插在饮料上的吸管 塞进鸡块纸盒中间的夹缝 并且将薯条放在盒子的另一端 纸盒正好能平摊 靠着吸管的支撑 即便是在车上饮食 也不容易打翻 从他分享的照片中 可见儿子坐在安全座椅上面 绑着安全带 大腿刚好可以夹着饮料杯 而餐点的纸盒 也刚好摊在大腿上方 完全就是一个车上的小餐桌 不过现在台湾的麦当劳 已经没有吸管了 阴线用一次性塑料吸管政策 台湾麦当劳的门市 基本上不再提供塑料吸管 全面改成新型就口碑盖 不过这种创意做法也让不少人学到 纷纷表示在喝别的饮料的时候 或许也可以尝试这种组合搭配 用一只手拿下更多食物 第二名 眼药水怎么滴 我们平时用眼药水时 通常会扒开眼皮 直接往眼球上滴 之后用力闭上眼睛 频繁眨眼 让药水在眼里打转 但往往眼药水就会溜走 效果大打折扣 根据更深医院卫教资料 眼药水如果直接滴在眼球上 不仅达不到用药效果 又容易让药液刺激角膜 长时间还会损伤眼角膜 而且用力闭眼 眨眼次数增多 容易使药液外流 而降低疗效 其实 滴眼药水更推荐的做法 是滴在下眼睫 滴药水时要眼球向上 一只手指扯住下眼睫 滴完之后 眼睛闭上 转动眼球 等药液充分接触眼球表面 效果大约可以增加20% 眼药水瓶口 尽量不要接触到眼睛或睫毛 以防药瓶受污染 点完药水后 应立即盖上瓶盖 而重要的一点是 滴完眼药水后 一定要立刻用食指按压 内眼角一分钟左右 因为眼角有一个被称为眼头的地方 是连接口腔和鼻腔的 如果不及时按压 眼药水很可能会回流至鼻腔和口腔 眼药水用法不对 会伤害身体 而下面这个解压工具的用法 却是因人而异 你可能正在用着不适合自己的方法 第一名 警诊反着用 现在的大部分人都是低头族 白天上班盯电脑 一坐就是七八个小时 晚上低头看手机 也是好几个小时 脖子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一切 长此以往 颈椎病就会找上门来 为了缓解这种情况 很多人开始使用颈枕 所谓的颈枕 就是一个U型的枕头 套在脖子上 能够缓解颈部压力 是个不错的工具 不仅可作为办公 小气使用 在外出旅行时 也是放松睡觉的必备好物 我们常用做法 是将颈枕套在脖子上 开口朝前 仰头或者是侧低着头使用 有人使用过后 效果不错 颈部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但奇怪的是 有些人却吐槽说 带着一点也不舒服 每次睡一觉醒来 脖子特别难受 这时候 你可能要换一种方式了 早前国外一位网红 在TikTok上 分享冷知识 他将扣环扣在脖子后方 下巴靠着U型枕头处 睡觉时 头部放松向前 而飞仰天朝后 影片曝光后引发热议 短短五天 就吸引超过1300万人观看 200多万人按赞 更有网友纷纷留言 这个方法太赞了 可能之前的做法 就是自己老是觉得 颈枕不舒服的原因 过去也有网友询问 颈枕正确用法 就有物理治疗师回答 如果座椅本身的设计 是头部稍微整高 颈枕放在脖子后 则反而会产生不适 然而颈枕挂在脖子前方 也要注意睡觉时 颈椎是否因向左 向右导致压力增加 物理治疗师提到 所有的姿势都各有利弊 不建议以同个姿势睡太久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调整颈枕的位置 看完以上的视频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 学习这些用法了呢 那你还知道 生活用品中 其他的聪明用法吗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 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